信耶稣是救主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很高兴夏凡哥哥与您在空中相见了 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发现 耶稣带着门徒四处传道和医治病人 他总是用怜悯的心 走进那些被疾病跟穷困所压伤的人 而不是会为着守着不洁净的规条 就远远地离开众人眼中的罪人和辛苦的人 而这样的作为和教训 更直接地刺激许多当时的宗教领袖 像那些法利塞人或者一些圣经教师 所以好些人就自然想法子 要找耶稣的麻烦 可是表面上呢 他们却好像自己也非常想要听耶稣的话的样子 这天就有一个法利塞人 请他去他们家吃饭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就在耶稣四处传道 他的名声是越来越响亮的时候 那许多人都想要听从他们的教训 而因此呢 原本想要对付他们的法利塞人 一时也不敢随便地去碰耶稣 只好继续地找人跟着他 甚至好些人就好像间谍一样 特意地听从耶稣 好像门徒一样 其中有一个法利塞人 就找了个机会邀请耶稣吃饭 还特别邀请耶稣到家里来用餐 耶稣带着门徒就去了 这顿饭也就这样开了席 他们边吃边聊着 在那附近有个女人 在大家眼中是一个很不检点的女人 甚至被认为就是过着一个罪恶的生活 就当时的习俗来讲 她可能好像妓女一样 靠着卖淫出卖肉体来过日子 这个女人当她听说 耶稣在那个法利塞人家里面吃饭 她就带了一个盛满了贵重的香油膏的玉瓶 来到这个法利塞人的家里头 她到底要做什么呢 她竟然走进一个 对这样的女子十分厌恶的人家里面去 只看到她一走进去 主人们看到她却没有拦住她 只是很惊讶地看着这个女人 由着她走到耶稣的身后 照理说 这个女人是根本不会踏进法利塞人的家门的 甚至连走路经过都要选择 没有人出入的时间 现在她却直接走了进来 到了这个法利塞人叫西门的家里面 西门不知道该不该起身就把她给赶走 可是看着她走向了耶稣 想想应该会发生什么事吧 所以她也没说话 让这个女人走到耶稣的身后 当这个女人走到耶稣身后 突然就趴跪了下来 伤心痛苦地靠着耶稣的脚哭泣着 这女人嚎啕大哭地哭在耶稣的面前 眼泪都滴湿了耶稣的脚 接着她用自己的头发当成不一样的来擦耶稣的脚 接着还用嘴亲吻耶稣的脚 这几乎是去面见最伟大的君王一般的礼节呢 更何况这是出于真心的敬拜耶稣 最后她又把她带来的香油膏 全部的淋在耶稣的身上 这实在是十分奇特的画面 一个是大家尊崇的教师 先知 或者有一些人已经相信 她就是上帝的拯救者了 却任由一个大家 看起来是充满罪恶的女子 随意地碰触她 亲吻她的脚 甚至还在她身上涂抹着香膏 这时身边的人都抱着怀疑的眼光 看着耶稣 而请耶稣吃饭的这个法利塞人看见了 心里更是在想 果然这个人有问题 如果这个耶稣真的是天上派来的先知 他应该知道 这个这样碰他的人 就是大家眼中看来十分有罪的女人 耶稣竟然容许他这样随便地碰她 耶稣知道这个法利塞人西门的心思 就抬头对他说 西门 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说 西门回答说 老师请说 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说 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欠了一个债主的债 一个欠了五百块银元 另外一个只欠五十块银元 可是两个人都想尽办法也都没有能力还这笔债 债主看他们很可怜 就干脆跟他们说 他们所有的债都不用还了 你想 你觉得哪一个人会比较爱这个债主呢 西门想都不想就回答说 我猜是那个欠比较多钱的 被免去的债务比较多的 会爱那个主人更多一点 耶稣回答说 嗯 你说的对 接着耶稣就转身看那个女人 开始说了一段让西门羞愧的话 耶稣看着那个女人就继续说 你真的看见这个女人吗 看到她对我所做的一切吗 当我来到你家的时候 你没有给我水让我洗脚 她用眼泪洗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当我进你家门的时候 你没有用接吻的礼节 欢迎我的到来 可是她从我一开始进来 就不停地亲我的脚 当然 你更没有像对待贵客一般 用油磨我的头 她却用贵重的香油膏磨我的脚 我告诉你 她所表示深厚的爱 证明了她知道 她自己许多的罪都已经被赦免 所以没有感受赦免的 能够表达的爱就更少了 西门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这时候耶稣告诉那个女人 说她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 因为她的信心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去了 可是这群同袭的人心里却想着 这个人是谁呀 居然能够赦免人的罪 小朋友有没有发现 这些人原来请耶稣去吃饭 根本是想要探探耶稣的底呢 从一进门就没有当耶稣是个贵客 所以进了门就带着去吃饭 其实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请人家吃饭 预备水来洗脚和洗手 是非常基本的利益 而对于贵宾 在额头上会涂上一点油 表示一种慰绕旅途辛劳的基本利益 因此当西门回答耶稣说 那个欠很多钱的人是比较爱债主的 耶稣回答说没有错 其实正是在回问一个问题 那谁觉得自己欠了天赋 或需要耶稣的拯救的人 他才会真的懂得感恩呢 其实法利塞人和那个有罪的女人比较起来 没有谁欠上帝比较多 其实呢 我们都是没有能力偿还的 都是需要拯救的人的 可是只有真正知道 自己需要最拯救的人 才会这样期待被赦免被拯救 也才会向耶稣表达出那么深刻的爱呢 耶稣离开那些假意跟随他的人 继续去到百姓当中医病和赶鬼 在那个时代里面 因为好多病症 到底是鬼作祟呢 还是真的生病 其实很难区分的 而耶稣来到 就让好些人恢复了健康 也赶走那些作恶的恶灵 有一次他让一个又瞎又哑的人 看见也开始说话 就像他赶走一个使人无法说话的哑巴鬼一样 群众就在惊讶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说了 天哪 这个人是靠着鬼王别姓普来赶鬼的 那个时候 那些要陷害耶稣的人 趁机就鼓噪 要耶稣证明 他的能力是来自上帝的 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就说 如果有任何国家 总是里头自相纷争 一定会衰败的 家庭也是这样 当然 撒旦的国度更是这样 更问他们说 如果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 那他们的子弟赶鬼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来证明一下 是靠着天父来赶鬼呢 耶稣继续警告他们 如果耶稣是靠着上帝的能力 那么他们更应该好好的信靠 依靠耶稣 免得耶稣帮他们赶走了鬼 治好了病 他们却把耶稣赶走了 以后呢 那些恶鬼再找上门 可就没有人可以救他们了 小朋友 耶稣对你来说是谁呢 好像那个有罪的女人 无法说话的哑巴的眼中 耶稣是一位拯救他们的主 或者是那一群疑惑的人 眼中的问题人物呢 希望你早就认出 耶稣就是拯救你的救主哦 今天儿童圣经故事 就先说到这里 欢迎您到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 留下您的感想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 和你下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 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我短 scra咯 在生活中再会咯 我满血 我摆大 我满血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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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